转打自白教号作者,体盘一世上赛季的火箭,在西部决赛中勇士大战机场,用勇士的方式对决勇士,打小球,用无限换防来遏制勇士,一度打出了惊人的效果,若不是把罗伤了,最后鹿死水手还真难说,就是伤了库里,火箭也是拼到最后一刻。 若不是最后糟糕的27头0中,结果依旧不好说,总之,上赛季的火箭,是除了勇士之外,最接近冠军的那支队伍,而且,他们的表现,让人看到了先翻勇士的曙光,再看到了希望后,火箭在今夏进行了一系列操作,先是签约上赛季表现出色的球员,最近又签了重磅球员, 传的一直沸沸扬扬的安东尼加盲仪式,沉而落定,钱瓜正式底线加入火箭,组成安灯炮组合。 哈登,保罗,安东尼,这三人到了一起,威力巨大,上赛季的哈登,已经展示了MVP风采,三打无敌,让人血远的脚步和难以捉摸的节奏,突破起来是那么难防。 哈登,外线时不时的三分,也是让人颇为头疼,在与勇士敌决战时,当双方被迫进行单挑的时候,哈登几乎比一几只力挑勇士全队,都还不落下风。 攻击力可见一般,保罗更不用说,作为联盟最稳的后卫,他把火箭组织的紧紧优续,作为联盟最强硬的后卫,他突破进攻更是不准多让,曾经面对库里贴身防守,一面一击高难度后两三分,之后对着库里做出了库里那个抖尖的动作,又稳又硬又横,组织稳定,防守强硬,进攻犀利,实在找不到他的弱点。 现在有了安东尼加盟,钱瓜的攻击力全联盟都是数得着的,上赛季最后时刻的功亏一篑,让火箭引进了这位超级巨星,以期再进攻火力输出上队抗勇士。 如果安东尼做出转变,那么将对火箭是一个巨大的帮助,但是,火箭的问题不是一个安东尼就能全部解决的,毕竟大家求心是哈登,在保罗一场稳定的时候, 哈登的状态决定了火箭最终的上线,上赛季。 经过苦练的哈登,大发神威,但是本赛季的休赛期,哈登没有出现在训练场,反而又出现在夜店。 还闹出了闹剧,哈登在夜店与一女子有了冲突,导致对方受腕受伤,并声称自己有视频为证,保罗在埋头苦练。 哈登又恢复了夜店灯本色,如此习惯,如此状态,还想下赛季夺冠,难。 哈登又恢复了起手,线被里面滑那挤过去了。 但是现在我们下到家滑降,点开始炒了快速。 我们下到家滑了快速,快速复动。 他现在一个停锁的列宾,点击运,像脑袋ün放的王旋。 今天我们下到家滑了快速,点击容易运开。 再当下滑了快速,点击运开。 现在没有前滑了快速,点击运开。